为了要围堵疫情的扩散 降低群聚传染的风险 泰山区找一早就顺领的公所的同仁 前往传统市场进行宣导 并且在市场的入口处摆放宣导的标语 呼吁民众减少到市场采买 而且尽量一次采买一周所需 买好之后就赶快离开 不要逗留减少接触的机会 近来有许多民众担心在疫情严峻当下 市场采买民众相当多恐怕成为防疫破口 新北市政府针对辖内市场宣导民众减少采买次数 并一次买足避免逗留减少接触机会 一早泰山区长率公所同仁前往传统市场进行宣导 并在市场入口处摆放宣导标语 目前的疫情还是相对的一个严峻 那我们在市场在购买的时候 那希望说大家能够遵守我们这几个原则 就是能够一次买足 那减少来购买的一个次数 那买好之后就赶快能够离开 那不要在市场里面逗留 林先锋区长表示 市场为民生采买的重要场所 为减少染疫风险 建议民众要减少到市场采买 并尽量一次买足一周所需 买好之后就尽快离开 不要逗留减少接触机会 相关的一个官员会以及摊商 他们都有做好相关的自主管理 那也有采石联制 那以及相关的一些消毒 和相关的一些保持社交的一个距离 所以要烦请各位乡亲一起来配合 防疫需要全民一心 新北市场均有引进中央推动的 几管家简讯石联制系统 在出入口或个别摊位处摆放QR Code 呼吁民众自主管理 出外减少交谈及不必要的接触 并配合执行相关防疫措施 降低染疫风险 记者回宣泰山采访报道